蕭敬腾非常喜欢篮球 而最近他在上海跟NBA球星 小飞侠Kobe Bryant一起做公益 还在Kobe的指导之下 挑战15秒传球跟10秒的绝杀投篮 和有雨神绰号的肖敬腾见面 尽管在室内 小飞侠Kobe Bryant还是带着雨伞 让老肖超尴尬 这次两人因为公益活动在上海碰头 由于8月23号就是Kobe的生日 肖敬腾特地帮他唱生日快乐歌 接受完肖敬腾的贺礼 Kobe当场传授篮球技巧 和肖敬腾以及一位右手残缺的歌迷 一起练习 准备 走 15秒要4球就够了 在Kobe鼓励下 肖敬腾成功完成15秒 成功传球4次的挑战 接下来 Kobe传授他在场上的绝技 必杀投篮 10 9 8 7 肖敬腾要在10秒内过人上篮 虽然最后被犯规收场 要在罚球线上决胜负 大喊了一声No 肖敬腾没有罚警 最后的加赛也没有把球投进篮筐 但能在NBA球星指导下打篮球 已经是一个难忘的经验